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的拖住球拍 手心像我这样 要保持有一定的间隙 不能这样握死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动作和发力的一个细节 中间启动以后 转身出去的时候 要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影拍的一个动作 然后击球瞬间 用我们的拇指 手肘带动整个手腕和拇指 迅速的往前挥 挥出去 挥出去的时候 到这个低球点以后 迅速的放松下来 看一遍 迅速的放松下来 而我们击打的时候 可以看到 我们的手肘 手腕和拍头 是成一个直线的 这样子能够保证 我们的发力是非常的充分的 不能够像这样翘起来 这样子会导致我们发力 不自然 应该是保持一条线上发力 拍 打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完整的动作 在中间有一个启动 调整重心的一个动作以后 转身出去的时候 先引拍 侧身 完全的侧过来 然后 引拍的动作幅度一定要够大 击球 再看一遍 回中 启动 转身 击球 回 我们再讲几个 我们比较多球友 在反手抽球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整个动作的幅度太大 摆动的发力的距离太长了 这样容易导致我们的发力 不够充分 或者是有一些是 引拍 引得很小 而在发力的过程之中呢 它的动作又很大 引拍 会得太大 因为我们正常的 如果是抽直线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把球打出去 那么正确的应该是 在机脚的过程之中 引拍动作要大 击球那一瞬间的动作 到这个位置 就要马上的放松下来 不能这样来 或者说 引拍这一点 打出去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会看到有一些球友 他们在抽球的时候啊 不愿意测身 就没有把身体这样测过来去击球 那么总是想保持我们身体 是朝着前面 这样去打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很难 很舒服的去发力 应该是将我们的身体 完全的测过来以后 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去发力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 在技术的时候 有些球友 他的发力是喜欢把拍头 这样翘起来去发力的 那么这样其实是抽不了的 正确的应该是 在发力的时候 通过手肘 带着我们的手腕 还有拍头 成一条直线的这样挥出去 这样才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发力 带着出去 好了 这期客户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动景欲 让你们就变得更加有趣 我们下期见 拜拜